北海岸偏乡工作机会少 偏乡妈妈更是难找到离家近的工作 同时兼顾佳季还照顾小孩 而深耕白海岸长照的 接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不但在偏乡照顾长辈 还为偏乡妈妈开创工作机会 想要明天三八妇女节 推动了偏乡妈妈守护计划 期待借由各界的善心捐款 让更多偏乡妈妈 可以成为偏乡地区的守护力量 偏乡地区工作机会难寻 不少北海岸地区的偏乡妈妈们 都必须离开家乡工作 陪伴孩子与家人的时间就变少 而深耕北海岸长辈照顾的 接会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为了要力挺偏乡妈妈 特别响应三八妇女节 举办偏乡妈妈守护计划 要让更多的偏乡妈妈 可以成为偏乡地区的守护力量 因为妇女节快到了 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偏乡 很多的时候 妇女其实是很难留在那边工作的 那就是常常有隔代教养的问题 那我们也其实也看到说 其实偏乡妈妈 其实离乡工作 其实心里是很有压力的 那很希望能够在地 有一个工作机会 然后每天可以回家 照顾小孩 可是因为偏乡的工作机会 比较少 可是却会因为在屏东 在彰化 在新北这几年的经验里面也发现说 其实透过照顾能力的 这个 照顾能力的培养 然后照顾的这个需要 是有这个市场的 然后政府也是会提供一些费用 让服务使用者来使用 所以妈妈们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照顾能力 然后能够在偏乡就地工作 他就可以每天在 小孩子放学之后 帮孩子备晚餐 配孩子长大 对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 也是透过 接会基金会的经验 然后配合这个妇女节的活动 来告诉更多的民众说 偏乡妈妈真的希望能够留在家乡 好好的工作 然后有这个生计的能力 然后也能够照顾自己的孩子 在网络上搜寻就可以发现 不少女艺人都纷纷将脸书封面照片 换成自己画的照片 还有分享贴文 要来力挺偏乡妈妈 另外位在金山万里 公共托扰中心据点中 也有偏乡妈妈留在家乡 从事长辈服务的实际案例 接会培训他们成为 长照的种子教师 也让他们成为家乡的守护者 照顾长辈 也照顾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离家紧 然后我就可以每天又带小朋友来上学 因为刚好我在楼上楼下 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顾到家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后又有这份工作 可以跟长辈相处在一起 所以我就觉得 很开心这样 然后不管他们是在做运动 还是做活动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 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你会觉得 跟他们相处起来 比跟外面的年轻人 跟相处就是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样子 就是有感动的对不对 像有朋友在台北上班 他们一早就说门了 然后回到家都晚上几点多 然后在家里跟家人聊天的时间 没几句就准备要睡觉了 所以我会比较想留在家乡工作 那所以现在就会让你留在家乡工作 会觉得这样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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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工作很稳定 而且每天跟长辈相处开心 把长辈都当成自己家的长辈 而且在他们身上 可以学到很多的人生经验 在万里金山的社工 助理都是北海岸在地的偏乡妈妈 为了可以有更多 陪伴孩子与家人的机会 努力在家乡寻找工作 在借会基金会的协助之下 让偏乡妈妈有一份稳定 而且能够不间断 进修的工作机会 而借会基金会 也期待善心的捐款支持 偏乡妈妈守护计划 要让这样好的工作机会 还可以造福更多的偏乡妈妈 留在家乡工作 照顾长辈 也照顾小孩 记者落屁滩 北海岸综合报道